手机怎么打开U盘? 要在手机上打开U盘,你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手机支持OTG功能 OTG on the go是指手机具备直接连接外部USB设备的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让手机直接读取U盘、键盘、鼠标等外部设备 如果你的手机不支持OTG功能,你将无法使用U盘 所以你首先要确保你的手机支持OTG功能 可以在手机设置中查找OTG相关选项 2.如果你的U盘没有Type-C接口 那么你需要另外购买一个OTG适配器 也就是转接头 因为普通接口的U盘显然无法直接插入到手机上 OTG适配器可以在其中起到连接的作用 当上述条件都完备了 你可以按照以下步骤在手机上打开U盘 首先将U盘插入OTG转接器的USB接口 然后将OTG转接器插入手机的充电口或USB接口 确保插入正确的接口,避免造成损坏 随后,手机可能会弹出一个通知 提示检测到外部设备 点击通知 或者进入手机的通知中心 找到相关的通知 并根据提示完成连接 如果没有收到通知 可能需要手动打开手机的OTG功能 在设置页面搜索 并找到OTG功能选项 将其打开 此时手机就可以读取U盘了 然后,打开手机的文件管理器 能够看到U盘的图标或名称 点击它,即可打开U盘 并浏览其中的文件和文件夹 并对其进行复制、粘贴、删除等操作 不过,不同手机可能会有所不同 如果上述方法无效 建议你参考手机的说明书 或找到手机官方相关的操作提示 N主,带你了解更多实用数码科技小贴士